欢迎收看扁确会 我是陈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 岳阳医院的张笑语教授 还有中级评茶师 茶医师周楚涵 二位好 你好 主持人 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茶 茶是一样好东西 但是我们要重点说的是乌龙茶 乌龙茶主要产自福建 广东及台湾三个省 有绿叶红香边的美誉 属于半发酵茶 既有绿茶的鲜香浓郁 又有红茶的温和甜醇 近年来 由于其浓郁的香气 特有的口感和温和的品性 成为越来越多茶客们喜爱的对象 如果说吃了比较有力的 那我们会喝点乌龙茶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喝一点 就是可以让心情舒畅一点 我们平常蛮喜欢 那个安西的铁光荫 这类的 它比较清香 而且喝起来味道也比较独特一点 你看这个红茶绿茶吧 就名字很简单 那它叫乌龙茶 乌龙茶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这有一个说法 就是从前有一个猎人 他是这个名字叫胡良 他怕这个猎物腐败变质 他就在一棵树上了 采了一些树叶和树枝 就盖在这个猎物上 晚上拿回家以后 这个室内清香满屋 这个一纹是树枝上的 那么以后就发明出来 这个茶经过晒再加工 就是胡良茶了 胡良当地变成胡良 胡良口音 像乌龙一样就变成乌龙茶 小周就是来自这个 产乌龙茶的福建 你听到的是什么版本 在我们当地的 有个小小的一个传说 它的调数比较紧缩 冲泡的时候颜色是乌黑的 冲泡的时候调数在茶汤中 黄黄的油淡 像一条小龙 所以我们把它美名为乌龙茶 这个红茶跟绿茶 大家知道一个是 绿茶是不发酵的 红茶是全发酵的 那这个乌龙茶 就说是半发酵的 张教授 这个半发酵 它从健康养生上来说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一般讲绿茶是性凉的 凉性 那么红茶是全发酵的 性子就偏温了 那么乌龙茶介于两者之间 是半发酵的 所以它不凉 不温 那就性平了 这个人的体质是热的 他就需要喝凉的 体质是凉的 就喝热的 有的人自己不知道 我到底凉过热 那我就喝平的 所以是乌龙茶 适用的面很广 当然小孩都适用 凉的热的都适用 而且不太伤胃 我们知道绿茶要伤胃的 我们那边当地老百姓 一年十几年都在喝乌龙茶 抱我的小宝宝 才十几个月 她都已经自然拿钙管 开的蚊香喝茶了 那像比如说女性 她这个怀孕的时候 也正常喝茶吗 我怀孕的时候 正好是四月中旬吧 那时候正好是 春茶上司的时候 我天天都在喝茶一夜 后来我到医院去产检的时候 医生经常嘱咐我 高龄产妇要注意身体一些 发胖 饮食 奴役血压高 血糖高什么的 好了 那我呢 一直都没有高过 而且生产宝宝也特别的健康 乌龙茶 乌龙茶 这条小龙游出了福建 游向全国 现在喜欢喝的人是特别多 那乌龙茶里面 你看有这个铁观音 它是特别香的 还有像我们说到了肉桂 还有像这个大红袍 它品种很多的 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是产地的 产地的区别 还有一个工艺上的区别 那比如说铁观音 它是氢发酵的 外表也比较漂亮 纹似兰花 说这个气泡有余香 对的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 美如观音 重如铁 中国的乌龙茶种类繁多 在众多品种的乌龙茶中 除了安息的铁观音 还有一种拥有茶中之王的美誉 这就是大红袍 大红袍是唯一盐茶 在我们中国是比较代表性的乌龙茶 那它这个大红袍的调缩 就比较难看了 粗粗壮壮的 黑乎乎的 我们常说膝盖的外表 皇帝的身价 菩萨的心肠 因为它是中发酵的茶叶 也是平温性的 喝了对人生意的很多的好处 像大红袍 它的产量也是有限的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六颗母树 基本上是 都在保护前面 是受国家重点保护起来的 对 因为大红袍 以前是有几颗 是供茶 相传古时有一位秀才 进京赶考 途经武夷山时患病 喝了当地的乌龙茶后 病欲 后来秀才高中壮元 壮元为了感激茶树的救命之恩 于是将皇帝御赐的大红袍 披在了茶树上 以示黄恩 便有了大红袍的由来 接下来天也是要慢慢变热了 我们还适合继续喝乌龙茶吗 因为有的可能 喜欢夏天喝一些绿茶 这个季节上选择什么茶叶 这有讲究吗 如果是分季节的话 一般是这样的 春天喝花茶 象征着春天的生发 对吧 很好 带有一点柔和性 夏天就喝绿茶了 因为夏天也炎热 绿茶是性凉的 一个凉一个热 很好 真好不喝 秋天就喝乌龙茶 乌龙茶散发 发散 对吧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 你给它发散一下 对它人体真好纠正了 冬天喝红茶 偏冷的 比如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夏天 我们可以选择乌龙茶 一款叫水仙 这款茶的茶的品种比较特别 闻的时候一种种叶的香气 它的适合上在竹林里面 那这种茶喝的是比较清凉的 我们当地人都会搭 那些大大兰就说 比如说中暑的时候 割稻子的时候 都会泡一大杯的水仙茶叶 让它甜感上去喝 这也是清热解暑的 夏天要清热解暑 加加和清凉饮料 清凉饮料们 当然非常方便去买 各种各样 很多的 其实加了很多色素 加了很多香精 我推荐一个薄筋品 非常好的 就叫乌龙二皮汤 乌龙二皮的原料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乌龙茶 还有西瓜皮 冬瓜皮适量 我们要先煮西瓜皮和冬瓜皮的水 这个西瓜皮又叫西瓜脆衣 在中医上 它有很好的 清热解毒的作用 夏天吃完西瓜 这个西瓜皮就可以利用了 小时候我们都是用 这个中间的那一层肉 来炒菜吃的 这个冬瓜皮 可以去水 消肿 好 我们来煮汤 加一些水 这个水呢 大火先烧开 再转小火 慢慢煎半小时 可以让里面 有效成分 充分地溶进水里面 二皮汤煎好以后 我们就要用这个二皮汤的水 来泡乌龙茶 这样一杯茶 夏天喝呢 非常的消暑 沥湿 那癌症病人呢 就常温饮用 调节一下口感的话 可以加一些冰糖 这就叫乌龙二皮汤 抗癌的 清热的 沥湿的 消暑的 可以加点冰糖 放到冰箱里 拿出来 生病的人要常温的饮用 健康的人也可以吃 冷饮啊 我看全世界买不到 这么好的冷饮 这夏天 如果是有一些腹泻 吃坏了东西 拉肚子的话 用乌龙茶 可以怎么来帮助 缓解治疗呢 夏天呢 往往是暑热 有暑气了 那么也容易有些细菌的感染 我有一个方子呢 就是加金银花 因为金银花有消炎作用 比较强 有解热作用 有解毒作用 那么金银花加上乌龙茶 一起泡起了这个汤水 那作用就好好的强了 又被单纯的乌龙茶强得多 这个方子在这个 有时候这个清热解毒啊 拉肚子不太好的时候 加一加 会起到效果就更加强了 乌龙金银花茶 所需要的原料 就是乌龙茶还有金银花 原料所需的用量 都是三克左右 乌龙茶可以选择 中高火烘焙过的 比如像水仙啊 肉桂这样呢 功效会更好一些 乌龙茶三克 这是金银花 然后加入滚烫的开水 一百度左右来冲泡 这样呢 乌龙金银花茶就冲泡好了 很简单 乌龙金银花茶 可以帮助纸屑消炎 如果有需要的话 像这样一天可以冲泡 三五回来饮用 但这里我要说一下 这个茶叶毕竟是个 茶叶是个食品 它不是药品 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它虽然有这个效果 我们如果几次吃茶不好 不要一直吃下来 该看医生还是看医生 该用药还是用药 不能耽误治疗 茶叶说能够解72毒 这个乌龙茶 它的消毒作用怎么样 杀菌就消毒 包括内容包括外用 所有内容就喝茶 所有外用就是用茶叶水 来洗伤口 效果很好大 比如说被蚊子叮啊 比如说一些 长一些巧巧的青春痘 那我们都会用一些乌龙茶 放些细眼 在上口上轻轻地抹擦抹擦 慢慢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到茶 我们也会想到 茶能够减肥 这个经常喝茶的人 可能身材也会保持得比较好 你们那儿姑娘 是不是都身材比较好 也特别水灵 喝茶这个对减肥和美容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特别是喝浓茶 就是老陈茶嘛 中午饭后以后半小时 喝一大杯浓浓的乌龙茶 这个减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中医理论啊 这个茶叶是可以化湿的 可以去痰的 可以沥尿的 脂是什么 脂是脂肪 我们指的皮下脂肪 这个脂肪中医叫痰 胖的人中医叫痰湿之体 有痰有湿 那么这个茶叶可以 把这个痰消掉 把湿沥掉 从小辈里沥出去 这就减肥了 第二个呢 茶喝了以后呢 对神经系统兴奋 对骨骼去加强 这个人走起来轻松 他就多活动了 活动是这个 减肥最好的办法 如果是有些人 他爱吃这个荤腥啊 把茶跟肉放在一起煮 你们那儿有这样吃的吗 有的呀 乌龙茶还能烧红烧肉 乌龙茶红烧肉啊 对的 那我们一般在烧红烧肉的时候 就是用个纱布 包八克左右的乌龙茶 把它扎紧 把它放到红烧里面去烧 烧着红烧肉颜色特别好看 乌黑发亮的 而且吃起来QQ的 就也没有那么油腻了 这个茶也可以吃下去的 茶叶不是说都扔掉的 现在都是扔掉 吃下去很好 以前古人其实茶叶是做得像汤一样的 可以吃啊 就吃啊 像菜汤似的 毛泽东也吃茶叶 他吃完了以后 他就把茶叶吃掉 很好啊 我有一个方子叫乌龙水饺 这都可以吃 肿瘤病人你说味道多少好 乌龙茶有抗癌作用 茶多分啊 灌生源蜂蜜 精选优质蜜源 69项安全检测 五重微孔过滤 独特在现实杀菌 更多安全保障 更多安心生活 灌生源蜂蜜 要做乌龙水饺 我们首先需要和面 那我们后面呢 就用这个乌龙茶的茶汤 来代替水 面揉好之后呢 就把它放在边上 醒一会儿 这样呢 这个到时候包出来的饺子 会更加有嚼头 那包乌龙水饺 还有一步很关键 就是要把这个乌龙茶的茶叶 剁碎了以后 跟水饺的馅儿拌在一起 接下来就可以包饺子了 乌龙水饺出锅 这个乌龙水饺去油腻 助消化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说到茶叶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我想起 那个我们办公室里面 装修的时候 装修丸不是有很大的味儿吗 那个我们会摊很多很多的茶叶 就帮助去味儿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 还是心理作用 你们那儿有这样做的吗 是真的有效 是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我们当地就说生活习惯 一般装修房子 买新汽车 里面都会放一些茶叶 这样它能很容易吸甲醛这块 我们一般都是用茶梗 就是好的茶叶挑出来以后 那梗子嘛 在新车里面做两个茶叶包 用纱布 扎紧 放到车的前面一个 前头一个 后面一个 那整个车厢都是茶叶的香气 你如果是有心的话 泡沛的茶叶 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容器里 是的 然后有机会给它晒干 晒干以后 你每次寄存起来 这个一个家庭喝的话 没有多少时间就可以寄存很多 那我们没这么多乌龙茶 可能有些家里他爱喝绿茶 爱喝红茶的 我们都晒一晒 这功效一样呢 功效是一样的 但是水分一定要很干 百分之百的 口干 晒干 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这个 比如说吃了一些海鲜啊 什么的 这茶叶洗一下 也能够帮助去腥 对 对的 这很好 我们茶叶一般是泡个三次吧 对 那么有的节约点 泡四五次 但是这个茶叶味道还是有的 这个茶水 是 用这个茶水洗手 洗手的话 去腥去油腻 这个效果很好 手上有个淡淡的香味 就一般觉得 这个喝茶是去火的嘛 但是有一个人他就说 他怎么喝这个乌龙茶 越喝就越上火呢 这个乌龙茶有一个特点 新茶上市的时候 还不是不能马上拿来饮用的 正常来说 清火烘焙的茶叶 我们应该放置三个月左右 中火的 大约在六个月左右 那如果说高火茶叶 一般我们要放到八个月以上 这样它自然退火的话 我们喝起来会比较健康 所以乌龙茶 它最好是放一放 去去火 对的 退火 我们人分阴阳啊 人体也有内火的 人体的内火有的旺 有的不旺 一批阴虚的就火旺 有的人阴气不足啊 那火旺 火旺它就内热吧 它本身就火旺内热 再加一点没有退火 退粥的乌龙茶的话 那就等于外火进去了 外火进去 它吹动这个内火 不就火上加火了吗 对吧 这火上加火呢 它就会发病了 张教授我们听起来呢 这乌龙茶是挺好的 适应人群也挺多的 那它有一些不适合喝的人吗 乌龙茶适合喝的人比较多 是 从总的茶来讲 有些人是不适合的 当然包括乌龙茶 譬如说它本身是失眠的人 这个茶是兴奋的 是 它肯定没有安眠的作用 它即使不太影响你睡觉 但是它也不是很合适的 这是我认为 你晚上至少不能喝茶了 有人就跟你不能喝 这一对是不太适合的 那么还有一对 这个心跳快的人 他本来就心动过疏 茶叶有加强心机的作用 会增加心率的 增加心率 它就跳得更加快了 也不太适合的 你比如有的病人是防战 防战它乱跳 跳得非常快 那么就不是非常适合喝这种兴奋的 第三种不适合你 就是这个茶了 有利尿作用 乌龙茶也不例外 也有 缓和一点好一点 有的老人 晚上小便非常多 两个小时小一次 一个晚上睡 八个小时起来三到四趟 喝了一杯乌龙茶 变成一个小时小一次 就光起来小便 不要睡觉了 这肯定要注意 所以是这三个方面要注意的 任何一个事物不是绝对的 贯保权 什么都可以用 这个你要注意 乌龙茶非常好 也很平和 绝大多数人都适应 但是我说的这几个情况 我建议它是深入味好 那这个有些人他在服药的话 这个喝茶也会有影响吧 你比如他在喝利尿药 他本身小便不凶 我加点茶叶 利尿药也粗利尿 不是更加好了吗 对吧 他在吃安眠药 那么你喝这个茶 就肯定有问题了吗 到底是这个地方 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茶叶 完完全全不能喝 这个吃药的人不能喝 这要看吃什么药 什么性质要区别 要对待 喝茶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隔夜茶是不能喝的 不管是乌龙茶也好 绿茶 红茶 隔夜茶都是不可以喝 但是有些人他喝了茶 还会这个低血糖 这个头晕了 脚软了 茶坠了这块是 那在喝茶的时候 可以配些甜点 就是茶点 饼干啊一类的 糖果一类的 都可以吃一些 那也能缓解这些反应 张教授 那如果是有些人 他这个需要降血糖的 这喝点乌龙茶 是不是反而有好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它帮助消化 帮助体力心情代性加强 心情代加强以后 这个血糖会容易降下来 那糖尿病病人呢 包括糖尿病病人 糖尿病病人不计茶的 可以喝茶呀 糖尿病人喝茶完全可以 就你在吃这个 糖尿病人都得吃 酱糖的药了 甚至有得打一道碎 你在喝茶的时候 你要配合好 弄得不好的话 作用大了 可能就会出现 一锅性的低血糖 所以糖尿病人身边 要准备一点 巧克力啊什么东西 万一低血糖吃一点 就是这个问题 乌龙茶怎么来挑选 怎么挑好的茶 乌龙茶主要是闻香 喝乌龙茶都是喜欢它香气嘛 通过香来判断 对 一个香 有耐泡度 还有一个夜底的肥厚 越肥厚才也 那它生长的环境 可是比较好的 日照的时间比较少啊 比如说那个海拔比较高啊 这都是乌龙茶的一个品质 乌龙茶一年能够采摘几次啊 一般的乌龙茶一年采一季比较好 绿茶它可以采四季 明钱 余钱 对吧 那么海茶 绿球还好再采一次 人家乌龙茶就采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的营养都聚在这个茶叶上 喝出来 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 好茶还得会泡 这不同的人泡出来的茶 味道也是大相径庭的 泡乌龙茶有点什么要注意的 乌龙茶还是比较适合用功夫茶泡 那俗话常言说嘛 一道生 二道茶 三道 四道 四精华 那五道 六道也不差 七道 有余香 所以功夫茶的每一道的 就是程序都会不一样 有十八道程序嘛 那乌龙茶用这种泡法的话 更能体验出乌龙茶的文化 和它更高的品质 这个乌龙茶真是有很多的功夫 和学问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太过于 关注茶的好坏 如果是有闲暇的话 自己邀个三五好友 然后花一些功夫 花一些时间 慢慢地平几道茶 这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养生 乌龙二皮饮 冬瓜皮 西瓜皮 同煮 取汤汁冲泡乌龙茶 具有消暑 沥湿 抗癌的功效 金银乌龙茶 金银花 乌龙茶各三克 用开水冲泡 具有消炎止泻的功效 乌龙水饺 乌龙茶汤汁和面 茶叶切碎肉酵 具有减肥 去油腻 助消化 抗癌的功效 面对癌症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又该怎样调节情绪呢 但我当时集中的唯一的条件 是必须要学会笑 癌症患者到底该不该忌口 问他为什么不吃忌 因为人家都不吃说法的 你应该搞 又该如何平衡饮食 吃出健康呢 第一是暴雨 第二是海神 第三是鬼板 第四是别家 扁鹊慧教您非药物抗癌 扁鹊慧公共微信已经开通 赶紧扫一扫画面上的二维码 即可订阅养生